接下來做題目 那這種都是課本習題都簡單最簡單的題目 有關於心銅電池的迅速何者正確 誰是對的 哪一個是對的 帥哥29在嗎 沒有這29號 帥哥33在嗎 小老師大人不是嗎 33 小老師大人 誰是 對 54321 那個自由生睡得好好 你說 好這上課跟你說新銅電池新的活性大所以會失電子 把電子丟出去負電流出所以是負極 活性小就是正極所以A跟B都是錯的 然後呢正極就是正電流出上課降強比較方便 所以正極正電流出就是負電流入 所以正極的反應是正極的反應是同理得到電子變成銅叫你背的正極半反應跟負極半反應所以C是錯的 所以 只有豬是對的 負極半反應新變成心離子 負極是負電流出所以要丟出電子所以吃電子 所以答案就選豬 來 下個也是課本習題 簡單背背就沒事了 前面叫你背過了 新銅電池放電之後質量 銅板質量會如何 然後有看到 半反應是就會曉得了 銅板質量會怎麼樣 銅板質量會如何 增加很好 好 這是你前面看半反應叫做銅離子得電子變成銅會長出銅所以質量會增加 這是課本上的最簡單最基本的習體 然後這是聯考很簡單問你那個沒有鹽橋會怎樣 不變 不變 變為多少 零嘛 就斷路嘛怎麼會有電呢不是講過嗎 我前面講說我之前講的都是錯的應該根本就斷路根本不會有電啊 第二個 這裡問的是全反應 全反應你會嗎 帥哥美女全反應 我剛才寫過你剛才寫過Number 5 屁立五號 屁立五號起立 大夢初醒的屁立五號起來 你要對著我一笑 剛才已經請你超過了 你還是沒有超沒有計 你做 全反應 全反應 OK嗎 小事 簡單 簡單 其實我剛才叫你要背就背就對了 剛才跟你說那個總整理要你背就背就對了 來這題是另外一個 這題考的是銅銀電池 在這一年考的時候 課本上已經只有教新銅電池了 可他還是考了銅銀電池 我先明示你 銅跟銀誰的活性大 銅 所以銅要當哪一級 負級 負級要施電池的 他要吐出電池的 所以另外一邊是得到電池的 所以我就已經明示你了 銅板是什麼級 然後銀板是什麼級 然後他會發生什麼事 然後呢 要配合那些blah blah blah之後 你誰的答案是對 誰答案是對的 來請問你 誰答案是對的 帥哥呢27 帥哥呢27是誰啊 27是誰 他的那個又不見了 來27 你選b 請坐 選項b是錯的 我等一下 會問你 我只會上課時說明說我要問你 我要問你 等下再說 當回就會出現個全反應 看全反應就知道 會怎麼樣 銅銀電池 我剛剛講過銅的活性大是負極 負極要施 負極是把電池吐出去的 要施電池 我等一下要問這件事 我等一下要問這件事情 我現在已經先告訴你答案了 然後銅為負極的半反應就長這樣 就把剛才的 新的半反應改成 銅 什麼 新改成銅就對了 剛才是新銅電池 新當負極 然後把他的新的半反應把改成銅就對了 然後假的燒杯的銅離子增加 所以顏色就要變深 硫酸銅的顏色來自銅離子 所以呢選項出是錯的 所以呢 那麼 岩橋的負離子一項負極 正離子一項正極 所以選項C是對的 所以我們就答案就選C了 可以嗎 可以